韓州亞運男子足球同牌賽 香港足球代表隊 在上城體育中心體育場對烏之別核 港隊今場在大風大雨的環境之下 毫無保留地出擊 在全場觀眾高呼加油之下 港隊在11分鐘差點先開記錄 門將謝家榮在後場大腳開出罰球 對方球員在禁區頂向後面 差點有烏龍球 球最後在柱邊出界 到上半場43分鐘 烏之別核狂攻港隊之下終於有失獲 封將奧桂洛夫在港隊三位首長的包圍之下 左腳踏射遠處破旺 打開比賽缺口領先1比0 下半場烏之別核繼續施壓 陸續攻入三球 港隊未能夠跟上對手的強度和節奏 最終在這場同牌戰鬥0比4 但仍然創下亞運男足力離最佳成績 我挺欣賞香港隊的態度非常好 雖然輸球但全場都緊迫著 只要看到最後一分鐘 所以我都很感動 香港隊可以打得這麼好 我覺得打得很好 也算是第一次進入四強 沒辦法 雖敗有榮